根據去年底偵辦的販毒案向上溯源 花蓮行大又破獲了一起毒品案件 經過兩個月根肩埋伏 現時機成熟警方2月24號 動員了20名警力並奔多路 順利查獲了張信嫌犯等5人 販賣並吸食安菲他命 查扣重約66公克的安菲他命等證物 全案上個月底移送花蓮地結署偵辦 見時機成熟花蓮行大20名警力 兵分多路破門攻堅 順利查獲張信男子等5名犯賢 並在現場查扣66公克的 第二級毒品安菲他命 以及吸食器分裝袋手機等證物 本局刑警大隊在去年109年12月 向上溯源偵辦張信犯賢 在花蓮地區販賣第二級毒品安菲他命 報請台灣花蓮地方警察署 檢察官指揮偵辦 經數月追查及根肩執行埋伏等 在2月24號向法院申請搜索票 動員20多名警力 兵分多路 順利查獲張信犯賢等5名 並查扣安菲他命66公克等證物 全案以涉嫌毒品危害防治條例 移送花蓮地檢署偵辦 新世代反毒策略中以阻絕毒品犯罪網絡 為重點工作 警方將全力偵辦毒品犯罪 向上溯源阻斷毒品攻擊 讓毒品遠離家園 避免民眾遭受毒品危害 根據去年底偵辦的販毒案向上溯源 花蓮新大又破獲一起毒品案件 全案以涉嫌毒品危害防治條例 罪嫌移送花蓮地檢署偵辦 而警方也呼籲花蓮相親切勿以身釋法 如果發現有不法刑事 請立即通報警察機關 共同打擊犯罪 建構美好家園 記者許黎晴花蓮世報導